这里是菩提加耶 是释迦牟尼的成道之地 他被誉为大千世界的中心 是佛弟子们心中的圣地 心灵的故乡 每年都有无数的人们 怀着虔诚之心来到这里 沉浸在佛法的浩瀚海洋中 他们来到这里 为的就是追随释迦牟尼佛留下的足迹 缅怀这位受人敬仰的圆满觉悟者 尽管他们彼此陌生 文化和教育背景也各不相同 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被佛陀的精神所感召 目光所及之处 到处都是藏传喇嘛的身影 他们通过大礼拜来表达他们虔诚的心 只见他们全神贯注 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最高的头部触碰底面 这就等于将礼拜的对象安放高于自己的地方 就能消除傲慢所造成的业障 有些信徒则选择三不一口头 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 将刚强心转化为柔软心 慈悲心 眼前这些信徒来自越南 他们礼佛的方式很独特 有一位僧侣为信徒剪下一束头发 并将之洒落在菩提加耶的土地上 以传达他们对佛陀的至高崇洋 这些是来自缅甸的信众 他们一到达菩提加耶 就开始诵经打坐 然后通过各种活动来表达内心 对佛陀的感恩之情 这对夫妇来自斯里兰卡 从事医学工作 尽管已经年迈 却仍然怀着一颗虔诚的心 不远万里的前来 在菩提树下 他们按照自己国家的传统礼俗 系上了小白布 内心被一种至高无上的安宁所填满 这名男子叫做史蒂夫 来自瑞士 他与家人经常前来菩提加耶朝圣 对他来说 每一次踏入这片神圣的土地 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重生 他认为 只有亲自来到这里 才能真正感受到佛陀的存在和教会 当你走在菩提场上 随处可见人们 以各种仪式表达对佛陀的礼敬 有的供水 有的供水果 有的供花 有的燃煮典香 有的则选择在吉祥或节庆的日子里 以黄金庄严佛像 还有的信众比较特别 他们选择供养加杀 但不论人们来自哪里 他们都喜欢打坐禅修 或在菩提树下 或在金刚座前 身心湛然不动 跟随着佛陀的脚步 走上菩提之路 打坐冥想后 人们往往会面对着庄严的佛像 开始口诵佛经 如同亲耳听到佛陀亲口说法一般 从而激励自己勤修善行 远离恶念 这种诵经可以追溯到 释迦摩尼佛时代 在那个时代 佛经的传承 主要依靠口头传授 所以弟子们代佛说法时 往往是将他们曾经听过的 佛经背诵出来 但若想熟记某一部佛经 就得下功夫将其背诵 因此到了最后 诵经变成了学习和宣扬 佛法的基本途径 即使是身体行动不变的人 也会千里迢迢而来 只要到这里 接触这里的地面 看到这里的环境 他们就能感受到身心的祝福 这也是积聚福德的一种方式 虽然积聚福德 不一定要透过外在的深河语 但是深河语的行为 能养成新的习性 让不断行善积福的种子植入心中